传统开刀方式发很明显 运用精密仪器的腹腔筋微创手术 相对而言伤口较小 也可以降低手术过程当中 失血过多的风险 目前台东已经有医院 拥有这项专业技术以及医师 适用于一般外科、妇产科、泌尿科 以及癌症早期等症状 开腹的话伤口都会在10公分到20公分之间 那借由这个微创的一个概念 它是利用这个套管 然后在身体上放置3到4个 1公分大小的伤口的套管 然后再用这个精密的器械 在腹腔内做操作 因为饮食习惯 胆囊发炎的比率逐渐偏高 腹腔筋微创手术 应用最广泛的就是胆囊切除 医师建议 一年之内如果有两次以上 胆囊发炎的情况 最好尽快采取腹腔筋微创手术治疗 等到那个疾病到非常严重的时候 没办法用那个微创手术 只好选择传统开腹手术 造成一些更严重的并发症 腹腔筋微创手术需要自费5000到1万元的医药材料费用 不全是健保给付 目前在台东的接受度并不高 但是医药材料采取使用后 立即抛弃的方式 不容易感染 降低了手术风险 东台新闻黄威 陈宜君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